爸爸一定要学会的八道 家常小炒全家都夸你是大厨 第一道 我是做梦都没想到 蘑菇这样做竟然这么好吃 蘑菇丝成条 水苔下入蘑菇煮一分钟 捞起备用 蒜和干辣椒炒香 再放孜然粉和辣椒粉小火炒一炒 下入蘑菇 翻炒均匀 加盐鸡精 白糖 蒸抽 老抽 蚝油 放点青蒜 大火翻炒两分钟即可 香辣开胃 赶紧做起来吧 第二道 把菠菜倒入鸡蛋里拌一拌 而且鲜香滑嫩 首先把菠菜用清水清洗干净 锅中水开加一勺盐 少许食用油 这是菠菜保持翠绿的关键 我每天都在用新椒做美食 您就留个关注吧 方便下次想吃不会做找的到我 切记捞出一定过凉水 这样菠菜就不会变色发黄 然后挤干水分 再切成段备用 碗中打入八个鸡蛋 用祖传的筷子给它搅拌均匀 然后把菠菜倒进去 碗中加一勺淀粉 适量黄和水 这就是传说中的水淀粉 然后倒入鸡蛋液里 用左手搅拌均匀 给它倒入长方形盘子里 也可以直接用碗蒸 用保鲜膜包起来 水开上锅蒸20分钟 碗中加葱花 半勺生抽 半勺香醋 再来点油泼辣子 好吃的蘸料就做好了 蒸熟后按照自己的喜好改刀切成长条 摆一个好看的造型 口感鲜香滑嫩 非常好吃 喜欢你也收藏做起来吧 第三道 我告诉你哦 想要吃楼肉了 不用从外面买 家里只要有电饭包 就能做成功 主要是做法还非常的简单 看一遍就能学费 首先下班回家路上捡的食材 一定要焯水 然后要用滚水去洗 才是不柴不印的关键 洗干净后 空干水分装盘备浴 这个时候只要张大嘴巴看一看 水中飘满了杂质和脏东西 电瓣锅底加入葱姜 鸡翅 鸡脚 鸡蒸 豆皮 安全蛋 桂皮八角香叶干辣椒 巴黎冰糖 少许食盐 一勺生抽 半勺老偷 一勺豆瓣酱 一罐真月没喝完的啤酒 我每天都在用心教做菜 给我点个关注呗 想吃不会做还能找到我 放了黄河水 扣盖按举饭键一个小时 去锅啦 趁旁边没人的时候 夹上一块 让您的眼睛藏一下 喜欢你也做起来吧 第四道 我猜你一定想不到 就这么简单的小炒肉 简直是下饭界的糖霸子 做法简单还贼下饭 手选梅花肉 给它像我这样切成薄薄的片子 放入碗中 加一勺生抽 一点点老抽 蛋清 最后放一勺淀粉 给它充分抓匀 腌制十分钟 锅中游热下 浆草桃椒和米椒 我每天都在用心的焦做菜 只希望你能给个免费的小红星 鼓励一下 万分感谢 炒出香味后 倒入肉片 快速地滑散炒至变色 再放入香菜 调料只放盐和胡椒粉 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是不是很简单 家里有老公的一定要学会 第五道 每次做这个豆角土豆炖粉条 我家一锅米饭都不够吃 先把豆角用手掰成小段 土豆切成滚刀块 由热放五花肉边炒出多余的油汁 再放葱姜蒜 干辣椒炒出香味 倒入豆角 把豆角炒至断生 调味加生抽 老抽 盐鸡精 13香 一勺黄豆酱 翻炒均匀后 倒入土豆 泡好的粉条 加入清水沫果食材 扣盖小火炖8分钟 这样做的豆角土豆炖粉条 香喷喷的太好吃了 第六道 我跟你说啊 下次你们要是买杏鲍菇 就像我这样做 做法简单 真的比大鱼大肉还好吃 先把八毛一斤的杏鲍菇 切成厚厚的薄片 再切成均匀的细丝 水开下锅 烫一分钟捞出 碗里打入一个公鸡蛋 不知不觉 如果发了八百多的作品 还没有得到你的小红心 就是太惨了 这个视频 您就给我点个免费的小猩猩吧 拜托您了 碗中放白糖 生抽 陈醋 清水 淀粉 蚝油 搅拌均匀 调成鱼香汁 有热下葱姜蒜 一小豆瓣酱炒香 炒出红油 倒入青红椒 莫尔斯翻炒至断生 再下杏鲍菇 和调好的鱼香汁 开大火翻炒均匀 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做的鱼香杏鲍菇 好吃又下饭 喜欢就点个赞收藏 做起来吧 第七道 我感受就这个脆皮豆腐的做法 绝对秒杀路边炭 外焦里嫩真的比肉还好吃 这个料汁是关键 你可要收藏好了 准备屏幕上的调料 用热油激发出香味 加生抽 陈醋 蚝油 白糖搅匀备用 一块老豆腐切成大大的小块 油温六成热下豆腐 杂至表皮 金骨酥脆捞出 淋上调好的料汁 香气四溢真的太好吃了 第八道 把鸡蛋液倒入腐竹中 我认为这是腐竹最好吃的做法 焦香的鸡蛋包裹着 吸满汤汁的腐竹 非常的好吃又下饭 锅中油热倒入 沾满鸡蛋液的腐竹 小火慢煎 每天用心地去分享 每一道家常美食 我知道这句话 你们都听你了 但你们的关注 就是我坚持的动力 非常感谢大家 煎至金黄盛出来备用 沙锅中油热爆香葱段 下煎好的西红柿翻炒至变软 再倒入海鲜菇和煎好的腐竹 调味加生抽 蚝油 盐鸡精 加满适量清水扣盖焖煮八分钟 这样做的腐竹包软烂入味 香气四溢 连汤汁都能拌上三大碗米饭